欢迎大家来到每日亮光 盼望每日亮光 陪伴我们属灵上一起成长 先知常常会领受上帝给的异象 异象有时候是一个图像 当人不明白的时候 就应该求问神这是什么意思 行约当中有讲到 圣灵的恩赐也是如此 有知识的言语的恩赐的人 就可能会见到异象 或者邻里有圣灵来的感动 而智慧言语的恩赐 就是解明这些异象 象征事物的意义 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以希杰所见到的异象 不只是图像 还是有影像式的动画影片一般 但是他不明白所看到 枯骨长出肉来 两根木杖所指为何 他一一来求问上帝 上帝就给他智慧的言语 是了解这异象的意义 枯骨呢 就是当时百姓的状况 贝鲁失去盼望 没有任何的生机 没有希望与机会 那两根杖呢 就是比喻分裂的两个国家 以色列与犹大 神要改变 要恢复他们 使他们两个国家合一 也从贝鲁之地归回 一起来欢庆 好像枯骨又生出肉来了 所有的身体 的肉与筋骨都连结起来 成为一群活人 而弥赛亚 就是大卫的子孙 所以经文当中 常常被称为大卫 这位王要来永远 做他们的王 他们要经历 前所未有的复兴 今日教会的盼望 也是如此 虽然有时候我们看到 教会当中 有了灵性低落 好像大家无心来服事 成群绝党不合一 或是面对罪恶 无反省 那种失落无奈 好像以色列节所 看见到的现况一样 但是我们要祷告 盼望上帝向我们说话 给我们先知性的信息 当神的话语一出来 就会带来更新与改变 不要忘了 这位弥赛亚 耶稣已经掌权了 耶稣会重建我们属灵的生命 帮我们众教会 我们要心存盼望 并且在祷告当中 寻求神向我们说话 得着更新的力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